苏萌的优点我都喜欢 但是缺点不改啊 哥们儿我也活出去了 他不嫁我不娶 我跟他怎么耗着 一位付出和忍让的春明 终于对女友苏萌应激了一回 他列举了苏萌三大罪状 把这三条恶心全部改了 将是苏萌唯一的回头机会 于是闺蜜赶紧把这最后通牒 打电话告诉给苏萌 不了苏萌听后反而理直气壮 你别搭理他 他就是人禁 苏萌原以为只要找回当初 被自己任性扔掉的订婚戒指 再挠到春明那里 撒个娇邀个弓 春明就会像从前那样 乖乖地被自己拿捏使唤 不成想翻遍了扔戒指的地儿 始终不见戒指的踪影 也问遍了酒楼的员工 都说没看见那只 足足以克拉大小的钻戒 正心烦意乱的时候 春明又发来最后通牒 这让他瞬间恼羞成怒 什么意思啊他 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 也没用是吧 就在苏萌旧病复发 打算破罐子破摔之时 暗恋并心疼春明的蔡小丽 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小心翼翼地打开它 然后递到苏萌面前 苏萌看后大喜过望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雷全部费功夫呀 本来早就想给你了 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她扔了 蔡小丽的言尾之意 是马苏萌有眼无珠 至今都不知珍惜韩春明 爱情需要经营 更需要维护 苏萌一屁股瘫坐下来 看着失而复得的戒指 向着蔡小丽的那番话 泪流满面白感交集 回想男友春明 可以为了自己放弃全世界 可以连眼都破眨一下 就把拼搏半生的成果 全都奉献给自己品尝 而自己呢 仅仅因为任性和不信任 就一次次地伤了春明的心 本来还是心安理得 可就连蔡小丽这样 连娃都快要成家的人 都还心疼惦记着韩春明 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呢 我还得想办法 我感动韩春明 苏萌知道韩春明 是有名的大孝子 所以要想感动韩春明 就得在这方面下功夫 苏萌刚上房山了 我不找他 我是来接您的 苏萌来一招 曲线救过 直接把春明的老母亲 接到了自家三百坪的大别墅 成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白天当就让自己的妈妈 陪婆婆说说话唠唠嗑 晚上自己就陪婆婆 散散步逛过街 嘿 你还别说 这事传到了春明那里 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 当即就放下手里的活 马不停蹄地赶来苏萌家 什么三条罪状 什么最后通牒 一时间全都被他 抛到了九霄云外 抱起苏萌就是一顿乱啃 啃得天昏地暗还哭实烂 长征不过用了两年 抗战不过用了八年 春明和苏萌的爱情 却用了整整二十六年 兜兜转转到今天 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就在他们要谈婚论嫁时 春明无意间提起了当年 送给苏萌的定情信物 苏萌听完大吃一惊 紧接着后悔万费 那么这又会牵出 怎样的一段离奇故事呢